那从第二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先从草图绘制开始了 在草图绘制里面呢 也是快速的过一下好了 这个我想你这边的话 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那在这一课当中呢 主要呢我们其实就是 做一个简单的拉伸 简单的拉伸做个特征 很简单的一个草图对吧 那我们做草图呢 主要有几个流程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做草图的一个方法 选择一个基准面 让它正式于我 对不对 然后呢再点下它 草图绘制 草图绘制 这时候呢就开始去画草图了 那画草图之前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 这么个形状的草图 我们基准要定在哪里呢 对不对 我们呢画这个草图 必须让它跟原点产生关系 我不知道你以前画的时候 有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我没有 我没有 这是你还是跟原点没有关系的 一定要跟原点发生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对称的零件 说我要做旋转中间空的 那我呢要通过标注尺寸啊 什么的跟原点发生关系 否则的话呢 你都要跟原点重合造一个电图 因为你想想看 在这个它是一个三维空间啊 它有个软件只要建好之后呢 它都会有个原点产生 如果你跟这个原点没关系的话 不去标注不去约束它的话 那它在这个空间当中在哪个位置呢 我这个设计图怎么去做呢 我想让它 我想让它这个草图以后呢 我改在60的时候 往这边变化的时候 它怎么才会听我们的画 往这边变化呢 就是通过这些约束来实现 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呢 反正做好之后 首先就是找这个红色的这个标准 XY 那做一些这种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 普通的形状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从原点开始画 从原点开始画 原点拉条直线出来对吧 然后呢 它是写向上 那做的时候呢 这个黄色的线 看到了啊 对对细线 这种呢 我们称之为推理线 它的作用呢 就是自动添加一些几何关系 我刚才画好第一条线之后 它就添加了一个重合 跟原点重合的一个几个关系 又添加了一个水平的几个关系 对吧 那如果我这时候要画一条线 跟这条直线垂直 那我们要 对对 这个我知道 这个就是推理线 推理线 数字 这里呢 我们画一个鞋子 嗯 那这时候呢 要画它垂直的 是不是就用了这个推理线 对对对对对 推理线 下来 嗯 但是呢 参考线啊 是不是就很容易做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呢 一定要注意 马哥你后面按到选择不按也可以的方向 不然可以啊 直接选其他命令也可以 直接选其他命令也可以 因为上课的时候嘛 总要一个命令一个命令来的 然后呢 其实方法有很多 如果我要画两段段开的直线 我先画一条 双击下 再画另一条 双击下 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方法有很多种 其实呢 按ESC也可以啊 按一下也可以啊 你刚才算出是 减中以后直接按这个啊 这个 你还在减中 删除键 所以说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这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了 那这里呢 做好以后呢 就是标注一些尺寸了 那首先标注尺寸之前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去确认几何关系 确认我们想要的这些几何关系呢 是不是都自动添加上去了 对不对 你看 水平数值 水平重合 垂直垂直 我们做炒筹的过程呢 就是这样子 先画 轮廓 轮廓画好之后呢 再定义几何关系 确定几何关系 几何关系 确定好之后呢 再来标注尺寸 再来标注尺寸啊 再移过来点啊 你刚一个来直接拖动就好移了 对啊 我们 这个肯定是可以移的 一看一看 嗯 推过去啊 嗯 然后 它这个点是不是蓝色的 嗯 蓝色的这个点呢 就是可以移动的 嗯 它没有被约束 黑色的呢 就是说它已经完全定义了 嗯 然后在状态上也可以看到 现在是嵌定义的 说明有蓝色的这些现货的点 嗯 就是这样子移动的 这样子移动的 这样子的话就完全定义了 嗯 这这这些还没有还没有哈 不需要标注的呀 那 你这两段总长知道了 嗯 这个角度知道了 嗯 这个指纹也知道了 反正它是垂直的 显不变近的黑色 你这表示就要 已经全部标注完了 完全定义了 嗯 你那个时候再标注一个呢 那其实就是过定义了 嗯 过定义了 嗯 那这时候我去改它的时候呢 这这条长度呢 就会动跟着变化 嗯 我改它 这个长度是不是就 会跟着变了 对对 该怎么变它就怎么变了 对吧 对不对 我改的不一样 它就该怎么变就怎么变了 嗯 它已经完全定义了 实际上 嗯 所以说三位两天就有这么个好处 嗯 能够防止你这个过边 嗯 过边啊 嗯 这个长度是不是就做好了 嗯 那说说我们做长度的流程呢 就是这样子 嗯 先选择记转面 嗯 正式于我然后开始画长度 嗯 这个知道 嗯 嗯 第二个过程呢 就是先画它的轮廓 嗯 这个轮廓必须与原点产生关系 就知道啊 嗯 第二个呢 添加几何关系 嗯 第三个呢 标注尺寸 这对 一定要这样子一个过程 嗯 如果你这个 这里几何关系 没有这个水平的 嗯 那这时候又要去多标一个角度了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软件来讲 几何关系它的逻辑性呢 很简单 嗯 但是尺寸呢 它多了一个参数了 会造成你文件变大 嗯 它处理的信息量大 嗯 所以说对软件来讲呢 如果你尺寸越少呢 它同样一个东西 它速度就不快一些 所以说我们的要求就是 先添加几个关系再去标识 不要先标尺寸再去添加几个关系 手足添加几个关系的方法 这个应该没问题 尺寸标注 也没问题 然后呢做一些圆角 现在做圆角呢 跟以前的版本呢有些不一样 圆角命令 对吧圆角命令是多少呢 R2好了 R3 R2好了 那你可以直接点 点它 也可以选两条边线 那 这个我们就不错了 那现在跟以前的区别就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它一个圆角预兰的一个功能 以前做草图圆角的时候 你点了之后呢 它自动就生成了 是不是自动生成了 而且你每个圆角呢都要点一次生成 点一次生成 它并不会说给一个预兰 那黄色的 我还可以去拖动它 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的 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改完之后它这个圆角距离多少 这里也有 对不对 比如说改面网 对不对 这边确定也是一样的吗 这个钩跟这个钩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就就像出来了 那在新版本当中的这个圆角呢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 它还有哪些功能啊 那如果说像以前版本 这时候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圆角 做得出来 嗯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吧 那现在的圆角呢 它就是可以怎么样的 它可以延伸 自动延伸 嗯 这个是是是是试问鞋 嗯 嗯 那 向外还是向内呢 就你自己去选 嗯 看到没有 它 它 这条直线 你在这一点它有 它有选择的是吧 那这样子啊 嗯 选中它 嗯 这时候你要向它 如果它正对上去中间 是不是就在这里 嗯 可以看到没有 嗯 我在这个点靠左边它就到左边去了 所以鼠标的 靠右边 所以鼠标的一个左 左右来来确定 对对对 然后呢 你点了之后呢 嗯 预览 它就有预览 确定这个预览 确定 嗯 就知道 嗯 这个就是延伸做圆角 嗯 一个预览 这个也是新的功能 预览修改 这些都新的功能 嗯 一些做圆角是 Mini一选 持人一射 点了多少就多少 点了就是多少就多少 嗯 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是不同的 嗯 这个是不同的 呃 然后呢 这个捕捉一些几个关系 这个也没问题啊 嗯 旋庭 比如说我已经做了一个语言了 嗯 我现在要再做个语言 要让它们同心 嗯 怎么办 如果说这时候呢 我要在这里呢 打一个孔 嗯 这个孔呢 就是跟这个圆弧是同心的 对对对对 那怎么办 我找这个圆性点 对吧 嗯 画不上去 嗯 然后这时候呢 把鼠标移到这条线上 停一停 嗯 停个一到两秒钟 嗯 然后它圆性出来 嗯 这时候呢 你画的呢 绝对是同心的是吧 同心的 嗯 啊 就同心的了 嗯 你就移动不了了 嗯 这个点就被固定死了 嗯 啊 那这时候呢 做的这个呢 就肯定同心了 嗯 这个呢 就是我们捕捉几个关系的方法 嗯 捕捉一些 已经没有了 已经 以前的版本永远来 这我还不至于 有的 也是一样对吧 对 都是一样的 嗯 嗯 那那这个呢 就是说 鼠标在相应的位置上 悬停 嗯 如果我现在要画一条直线 画在这个位置 要跟它平行呢 嗯 那我呢 只需要把 先把这个鼠标的 把这条直线的第一个点 鼠标点下 确定下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鼠标呢 移到这条直线上 嗯 等一等 它黄色的推理线就穿了 嗯 然后呢 把它移到这个推理线上 画下去就平行 嗯 它就自动添加了 这个平行的结关系 嗯 嗯 这个呢 就是鼠标旋停的 这个功能 作用 嗯 嗯 推理线 刚才也说过了 嗯 框旋 这个跟奥尾 也是一样的 嗯 嗯 如果说 有些 有些时候呢 有些时候 可能我们自动 添加了一些结关系 没添加上去 嗯 比如说 这种圆弧跟 跟这种线 肯定都相切的 嗯 没添加上去 那怎么办呢 等一下 等一下 啊 啊 老师啊 就要跌这里啊 要跌这里 那我下来啊 你等下来 继续往下面 那之前呢 都是 以前07版是没有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跟07版的区别啊? 对,这些区别,刚才这些都是一些区别,这里我会有吗? 哪个版本的一些新的功能? 因为你们之前都用过,我想炒出这一块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用这个版本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或者是自己练习一下 有两个练习的草图,这些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用直线来画就可以了,跳几个圆角 一个稍微复杂点,有这个三点圆虎,相切的这种,相切的这个要锁一下 这个,这个要锁一下,这个是第二个练习 一般呢,如果这个能够独立画墙呢,基本上草图里边呢,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画的快慢的OE,那这个呢,其实很简单 画草图之前,首先我们观察我们要画的这个草图 我们要定义的位置,要跟原点有关系,我们说过对吧 那,实际呢,勾照线对我们建模是没有影响的,它是没有作用的 它实际的位置呢,是跟原点呢,离开原点的,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通过勾照线呢,先确定这些点所在的位置,对不对 最大的原是180,所以说很简单 新建,然后呢,在前十几点面上插入个草图 新建的文件当中呢,第一次插入草图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你选中那个基本面证实给我们 插入之后,它就自动证实了 然后呢,先做什么呢,先画一个圆 这个圆呢,它是180,对吧 那它半径的大概就是90左右 99左右 它会有个预兰给你,只是不给你这个值分添加上来 然后呢,这个圆呢,它是一个勾照线,对吧 选中它,然后这里呢,在属性呢,这里呢叫做 作为这个勾照线 它就变成勾照线了,对吧 然后呢,再来画这个中心性 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就做好了,对吧 然后呢,我们说过先画轮廓,再来定义尺寸,对不对 一个草图里面,它有非常多的轮廓 这个呢,相当于我们就是第一个轮廓 这个呢,就是定义它的位置的一些轮廓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可以先把它标注一下 就是为了我们后面这个画的时候方便一些 然后呢,再画四个圆 这时候画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 圆形跟这个点是重合的 它有个反过信息的 这个解关系要让它自动添加上去 如果你去手动添加的话,就会马上很多了 然后呢,再把这些圆的尺寸标注好 因为到时候这个三点圆虎了画起来是很没规律 如果你这些语言的尺寸没定义好的话 它的变化自由度就会非常大 到时候你就很难控制 所以说呢,我把这几个小圆的尺寸呢先定义好 按A式键了,啊 S键按一下,它就会跳出来 我们草图里面呢,要用到的这个工具条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的去修改它 它是不是显示完全定义了 当前装在下就完全定义了 对吧 然后呢,它呢刚好是一前一后 一上一下 对吧 下面这个呢,都是跟这里呢 既重合又相切 上面这个呢,只相切不重合 这个要观察清楚 观察清楚 看一下 下面这个点是 然后下面这个点是从这个焦点出来的 对吧 对不对,上面这个点呢 它在这个位置只是相切了 并没有到正中心重合的位置上去 所以说画的时候呢 需要的几个关系 我们可以让它添加上去 不需要的几个关系呢 不要让它自动添加上去 到时候你要去删 很麻烦啊 删点圆弧 首先呢 它这个圆弧呢 是从这里开始 对吧 那我直接点这点 然后呢 到这里结束 大概是这么个形状 对吧 然后呢,把它都画起来 这里开始 这里结束 大概是个形状 啊 因为这里的话 你想让它自动添加相切的关系呢 非常困难 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相切呢 我们就不管它了 先把它这个 轮廓化出来 嗯 对吧 轮廓化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手动添加它的相切关系 嗯 嗯 手动添加的时候呢 这时候框选这个就很有用了 嗯 如果你要一条件去选呢 你就得按住卡键键 选它 然后再选它 然后告诉它是相切的 嗯 是相切 对 就是这个相切 嗯 是一样的啊 嗯 然后呢 这边呢 还是 它自动调整过来 它跑到下面来了 因为相切点有两个嘛 嗯 对不对 你想让它相切到上面去 那这时候呢 你得手动移下这个点 移到大概这个位置呢 然后呢 鼠标从下往上框选 嗯 同时碰到它两个时候 它就被选中了 对 就不需要按住卡键键 一个个去选 相切 是不是就好了 嗯 这边也是一样啊 那当然选的时候要注意 你不要选到尺寸线 也不要选到这个 勾罩线 嗯 因为那样子之后呢 它这个就不会跳出 让你添加结合关系的 这个 命令 啊 移动一下 啊 很简单的 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嗯 啊 这草子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子就画好了 就是这么个过程 啊 就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圆弧 它不需要标指定 通过结合关系 它就能够完全定义住了 所以说 几个关系定义好之后 我就不需要去标指封 所以说画草图就是这么个过程 先画轮廓 一个轮廓确定好 然后呢 再来添加几个关系 如果说自动添加的 还不够的 啊 如果自动添加已经够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标指封 要确认一下几个关系 然后呢 再去标指封 啊 当然多轮廓的时候呢 你就要分开来做 不是说很使得说 一定要把这些全部画好 再来标指封 那样子呢 你会做的很麻烦 因为它大小这些都可以变啊 这个圆弧的话 你也看到了 我一个几个关系定 它这边就开始变了 对吧 如果你本身这些没定义好的 它自由度就非常多了呀 它不一定是这个点的自由度在变了 有可能这个圆的大小变呢 这些位置在变呢 它一变千 千一八尔动全身 它一变的话 这个大小一变的话 其他全部都要跟着变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先定义一部分 然后呢 再来定义 做其他的 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做厂图的一个过程 你现在把那个割操线 那个割操线 那个割操线 全部删掉 不能删掉 删掉它就不定义了 这样子的啊 对啊 你当然不能删掉它了 那当然我觉得 这次要出土的发展 那不是起步 割操线不影响我们建模 它不会显示出来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图纸跟我们这个草图没关系 这个图纸跟这个草图是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的草图跟那个触模 就是说 那个那个将来出的那个模型 有关系 这个呢 我也说过了 它就是个理论子 你出的这个工程图呢 它是通过你这个三维模型 自动去投影出来的 它并不是说直接移用这个草图 它是三维模型投影出来的 你想要哪个角度的 它按照真实的情况 给你投影出来的形状 这个没有影响到 然后它建模的时候呢 也不会影响到你 勾招线建模的时候呢 它是 它是这个 它有很多这个区域 但是勾招线这个呢 它不会影响 我选的时候呢 是不是 没有构招线 没有构招线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画这个 画这个草图 很简单啊 如果已有的 那你要去观察 如果没有的呢 先到脑子里去想一下 最重要的是 确论 我如何让它跟原点保持关系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要不然的话 以后你修改这个模型 你要去做变形设计 非常困难 会有无数多的错误要你去改 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的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二课的这个内容 第二课的这个内容 画草 因为做板金也是个前提嘛 你要先画它的轮廓 它才能更生成板金 对吧 所以说你上面这些都没问题之后呢 那我就开始会讲 板金零件怎么来做的 板金零件怎么来做的啊